可以看到熊熊大火全面燃烧 红色火光不断从屋内窜出 一连三间民宅都复之以炬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紧急拉水线灌旧 清晨大火就发生在台南市南区 大同路二段一处巷弄民宅 今天清晨四点多 因为不明原因开始起火燃烧 火势猛烈迅速蔓延 波及旁边两户透天 一名住户从睡梦中惊醒 从阳台跳楼求生 过程中不小心摔伤骨折 手部背部都有烧烫伤情况 先带你来看一段稍早现场画面 因为其中一户民宅 内堆放大量毅然杂物 大约半小时后火势才终于被扑灭 除了一人跳楼逃生骨折 另外三名住户都被消防队员救出 一时清楚没有受伤 作员过程中消防队小队长 因为有高血压病时 而且感染新冠肺炎第四天 引发身体不适 幸好送医后没有大碍 至于期货原因 邻居说有一名住户还没有找到人 详细原因还有带警方调查理清